3 4 我前陣子買朋友的生日禮物 然後聞到ISO他們家這個味道叫Rosu 超級喜歡這個味道 這個是你買東西的時候他們會噴在那個布袋上面的味道 啊 Amazing 好 喝杯杯打工 Good morning everyone 今天是星期天然後然後等一下要出門去跟一個拍攝 那我昨天回家之前 我昨天晚上久違的去看了一部電影 就是那個Fantastic Beast那個Dumbledore的那一部 回家之前我買了這個麵包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有買麵包回家了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我真的很少吃早餐 我家還有一些屋類 上來做Mushroom Toast 我經常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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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一部電影 我經常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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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電影 很快 到一部電影 可以吃早餐 我准备出门 我准备出门 准备出门 我准备出门 有没有买这些吗? 我想问买不买 我们春天来拍拍拍 半个二乡人 Hong Konger Yeah, this is Hong Kong This is my city What's up? 喵 Hong Konger 我买一个麦克风 我本来用的是这个 上面还沾了咖啡 这个是垃圾 垃圾 你不要这样很多youtuber都用这个好不好 对 对 Cynthia 100公斤的铁比较重 还是100公斤的Cynthia比较重 我扮了些什么 OK 啊 Domestic violence 是 我剛從南楓沙場回來 我必須說我家跟南楓沙場真的是香港的兩端 因為我住在香港的東邊嘛 所以我從荃灣要到我家就基本上就是 就是牛郎跟織女的距離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買的東西 南楓沙場他們有一個像是小農市集的 我買了30塊錢的通菜 30塊錢好像沒有到很便宜 因為它是在地小農種的 我就想要支持一下 哎呦滿地都是菜 然後再來這個也是在地小農的黑糖薑茶 我買了一個鹹魚XO醬 在南楓沙場另外一間店 我買了一個闊箱 哇這個包裝這個顏色太棒了吧 這個的名字叫做Moonrise 然後講到購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我現在真的很煩惱 就是我4月初的時候 在一個韓國品牌的網站上面訂了衣服 那因為他們只有收韓幣或是美金 所以我就想說用我的PayPal去付款 反正就是整個買完之後 我有看到那個訂單是已經送出了 我就沒有想太多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之後我就想說 欸怎麼好像還沒有收到update呢 我就去翻 就發現它沒有那個confirmation email 然後我再回去那個網站上面 發現我也找不到那筆訂單 然後我想說哇怎麼辦 然後我就去我的PayPal上面看 發現已經被扣款了 然後我就寫了email給他們的客服 然後可是到現在兩個禮拜了 就是一點音訊都沒有了 對這是一個關於網購的悲傷的事情 就是我PayPal裡面其實沒有什麼錢 但如果是用信用卡 然後發現這件事真的會很慌欸 其實這個東西相信一定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 畢竟我們現在大概90%的日常生活 都可能跟網路多多少少有些關係 填個會員資料 填個付款資料 這些東西其實就是被攤在網路世界裡面 那如果今天有一個不肖分子想要去竊取你的個資啊 或是你的這些信息 一般人其實也很難真的去預防到 大多數人還是缺乏網上安全的概念 就要謝謝Surfshark for sponsoring this portion of the video 今天要分享的Surfshark VPN 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你在網路上面的一個保護罩 他們有一個叫做Surfshark Alert的功能 就是如果今天有人想要侵入你的帳戶啊 或者是去攻擊你的電腦 他就會發出一個通知去警告你 那你就可以及早做對應的措施 另外一個好處是他可以轉換你在網路上面的位置 例如說雖然我在香港 但是我用VPN我就可以轉換假設到美國 這個時候我在網路上面被認定的地區就會是美國 那時候如果你看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他有一些節目會有地獄限制的話 這個就可以解決那個問題 那現在大家只要使用我的Promote code CLUMZY就可以有83%OFF外加三個月免費 我會把所有的資訊都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我剛剛回家之前看到那個接駁車還有20分鐘 我就跑去買了一杯水果茶 我已經點的是小甜了 但是我覺得真的 哇這個真的好甜啊 我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我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星期一 然后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calendar应该是没有什么 特别要进公司的事情 所以我就决定今天就留在家里工作 I need coffee 结果我今天又进公司了 为什么呢? Happy Monday 因为我们后面的那个玻璃出了一点小问题 我们现在在厘清原因到底是什么 因为是我第一个进公司 你知道我回到来看到一片狼藉 一片狼藉根本是可以用得上 其实你刚刚一发照片过 我还以为是被抢劫了 没有 但我们东西全部都没有少 是啊但是发玻璃都懒了 人没事的不过 还好人没事 我们直接调查一下 好咯希望可以找出到底是谁 周末的时候有进来 可能没有咯 其实真的自然灾害 好啦大家都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 加油 加油 现在是晚上的10点45分 然后我们刚刚处理完一些工作上面 比较紧急的事情 然后我饿得好点受不了了 这边有剩下的饭啦 一阵子我的咖喱啦 前两天做的这个 我已经不管了 今天是什么Cuisine我也搞不清楚 不是好像每天就是都在煮新的东西吃啊 什么的 我跟你说我最常吃的就是剩菜的剩饭 还有那些水饺啦 这是非常邪实的一个人生活的片段 不管了 全部一起搅下去 那些人生活的主要是 超越黑饭 因为你只能给你电话 我只需要2,30万万万不裂 不得了 我只是长男儿女演员 但我会做起碎 了 迟通商店 我是很多人 多少钱 我剛剛呢 嘗試錄了Podcast 但是我自己覺得不是很滿意 所以我決定明天再重新錄一次 我覺得我每個Podcast通常都要錄兩次 我才會覺得好像可以出改 一陣子在韓國超市買了這個泡菜的體驗包 一顆 當作一顆蛋 用手 搖 generates 放開現在中間的炒菜 炒一顆 關火 炒到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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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飯 炒到麵包 炒到麵包 其实写了蛮多的笔记的 但是录起来就不知道 今天怎么录怎么不顺 然后很多人会问说 在哪里可以听我的podcast 现在应该在spotify soundon跟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应该都搜得到 我的podcast的连结 我都一直有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无聊的时候可以听一下 今天我碎碎念 可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或没有什么营养 可能就是可以听我碎碎念 我今天跟VT因为都有进公司处理事情 因为他今天就是tackle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是一样是焦头烂耳的一点 我就跟他讲说 至少我们两个今天有一个人是开心的 我自己讲完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啦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不会每一天都是good day 也不会每一天都是bad days 别人有好事发生的时候 就开开心心的祝福别人 自己有好事发生的时候 对于别人的祝福也大方的接受 那你说不开心的日子怎么办 也没有怎么办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 沮丧一下挫折一下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 还是要打起精神好不好 对 我是这么跟我自己说的啦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